X战警即将加入MCU。 漫威老总表示,有点麻烦。 2019年夏天迪士尼收购福斯的交易有望达成,这让粉丝们很想知道,如何让Dax战警、神奇四侠,死尸加入MCU。 在MCU外期阶段,如何处理存在变种人这一问题? 漫威影业总裁凯文费奇回应了这一问题,费奇对X战警加入漫威电影宇宙充满信心,但同时他否定了自己正在规划X战警、神奇四侠等福斯漫威角色的传言,这一切取决于迪士尼收购福斯的交易深合是否通过。 你说的对,现在谈这个为时过早。 我们没有以任何形式、条件、组织去工作规划它。 我们用了全部的时间去处理一定当的五部电影。 你确实提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如果回顾下第一阶段钢铁侠后宣布的电影,其中一部最能说明的例子就是《雷神》。 观众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把史塔克工业与一个北欧神话角色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用拍雷神的方式,轻松地让角色成为同一个世界,即便他们相互不理解,一开始相处有点麻烦,但这就是有乐趣的地方。 总会找到一条路的,要知道我们可是有半个世纪的漫威漫画在那摆住呢。 X战警 X、任、是漫威漫画的超级英雄团体,由史丹里和杰克科比创造,初次登场于1963年9月漫画X、任、一中。 X,与其相关的书在当今美国主流漫画界十分卖座,并与2000年推出同名电影,全球票房收入达3亿美元,其系列电影迄今已拍摄十部。 X,影片讲述一群怀有异能的变种人,在X教授的号召下,成立了保护世界的特攻队。 X,但人类对变种人普惧而展开了争斗。 X,与其他英雄人物不同的是,X战警告别个人英雄主义,充分诠释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意,每位X战警都有绝技,但也有弱点,只有合作才是至胜法宝。 X,台湾于1994年首次以卡通印尽态势,称为特异功能组。 参考来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